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大一刚进来的时候 发现是老乡 感觉彼此比较熟悉 后来慢慢接触多了之后 就顺其而然地在一起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他特别爱玩 总是会去酒吧 为此我们因为这个多次吵架 最后无奈只好分手 导致我们分手的原因就是说 我在他面前跟小孩一样 就他特别地霸道 就让我很无地自容 很没有面子 有时候在朋友面前 虽然分手了 可是我们彼此心里还想着对方 从分手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改变爱玩的性格 而且分手那段时间 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这样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自己到底 算不算他的女朋友 我对他有很多的想法 甚至希望我们以后可以结婚 但是他却没有给我 一个明确的承诺 我到现在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要不要继续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曾 22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王 同样22岁来自湖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告诉大家你们谈恋爱多久了 算分手的时间嘛 我们的情况特殊一点 是 我知道你们情况特殊 所以我让你们自己说 现在算上的那个时间 应该是三年 这是一对谈了三年恋爱 但是中间曾经分过手的恋人 也就是说你们又和好过 对吧 对 所以咱们今天就先从分手 那一段开始说起 其实矛盾点是因为 他以前去酒吧的时候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还会急 我们最后吵架爆发的那一次 就是因为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不急 我就一直打他也不急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他说我喝醉了 我说你喝醉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他说我喝醉了 我怎么给你打电话 就分了 然后我当时晚上 跟他吵的时候 跟他发消息 他没回的时候 我说你有种不接电话 第二天我们就分手吧 就真分了吗 是真的分了 分了 分了之后你们闲着没闲着 我们都各自找了男女朋友 你又找了新男友 你又找了新女友是吧 大概在分手多久以后 各自找了男女朋友 我是因为刚分手 心里特别难受 其实我是赌气 我其实心里还是想着他 但是我特别爱面子 就不想去找他 然后当时正好有 其他学院的男生来追我的时候 我就答应了 当时分手才一两个月的时候 就又谈了新的男朋友 你呢 我是因为就是大一的小学妹刚进来 然后就是因为跟室友 就是说说笑笑 然后就说追小学妹 对那个女生挺有好感的 然后就试着去追一下 然后就没想到就追到了 哎呀 当时你们分手多久啊 分手也有一两个月 那时候心里还有他吗 因为他的脾气特别怪 就特别霸道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他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 我让他干嘛他就可以不干嘛 那不是因为你总是去酒吧 我会这样吗 我去酒吧玩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交朋友 他就是那种 他没有几个朋友 他朋友比较少 而且他还怪我就是说 不把他带给我的朋友看 主持人是这样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嘛 那时候大一刚进去的时候 然后看到是老乡 就觉得更亲切一点 然后当时就彼此联系会更多 他也约我出去看电影吃饭 然后就相当于是 赠而然的 有好感就在一起了 后来我就发现 他特别爱去酒吧玩 他的这种玩意 咱就说到酒吧了 咱先把这段说清楚啊 就是总之你们后来 这个分手之后 又各自谈了一段恋爱 对 什么时候你们俩又在一起了呢 16年的寒假 他来找我 但是确定 真正意义上在一起 是16年的10月份 不是都各自有男女朋友了 怎么又好了呢 那个时候 我是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我跟他说清楚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 对他也不公平 然后我就说 就是你心里有他 所以你不愿意跟那个谈 对 但是他当时没有 他当时还是谈着小学妹的 那你就接受他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后面 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吵 因为我不是说16年的那个寒假 过年的时候他来找我嘛 我们是一个地方的嘛 然后他来找我 他想跟我很好 后来发现就是开学了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两个还要联系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他没有分手 我说那你把我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你要去弄清楚 他就一直在跟我拖时间 后来呢 分了 对对对 其实跟小学妹 其实就是 我跟她说得很清楚 因为她就是那一种 就是在她面前 我就特别就是没有脾气 就不能有脾气 然后在小学妹面前就是说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感觉特别的 有那种感觉嘛 一个男生在一个女生面前 就久而久之地下去 他就是上个课啊 然后几个作业 都要我带着他做 跟他相处下去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明白了 跟他相处是太强势 对吧 对 跟那是小鸟依人 依了依以后发现 不是指小鸟 其实也是指鹰 后来你们俩不就好了吗 好了为什么不好好 谈恋爱又跑这儿来了 和好之后 他当时不去酒吧了 但是他就喜欢上打麻将 我的天 我觉得打麻将作为休闲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也还是学生 然后我就是想跟他以后 就不仅仅只是谈一个大学的恋 我希望能有以后 然后又都在一起 他就每天就是打电话 问他吃饭了没 你别吵 我得打麻将 然后我说我们周末了 出去逛逛嘛 我得打麻将没空 因为他当时又我改 就不让我去酒吧呀 干嘛什么的 我不是改了吗 然后就后面有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每天都相处在一起嘛 有该说的话就吃饭的时候也说了呀 就躲在一起的时候也说了 那我还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打麻将了 那你时间都用在那个上面 那我怎么办 那你还跟我和好干嘛 我又不是平时没有跟你在一起 平时上课在一起能谈恋爱吗 老师在上面上课 你跟我在底下秀恩爱啊 打麻将啊 不用看书啊 我又没有天天打 只是偶尔朋友叫我三缺一的时候就上了 是偶尔三缺一还是经常三缺一 偶尔 他这个偶尔是他到外面去是偶尔 但是手机上就是天天晚上捧着手机 所以我打电话给他说 你别吵我得打麻将 我一打电话就不能玩了 是吗 对啊 因为如果就是他打电话的话就断了线 然后那边就会说嘛 刚才他可说了啊 人家姑娘说毕业之后还想嫁给你 你想娶人家吗 我觉得现在说娶不娶就有点太过早了 毕竟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年纪和程度嘛 先走一步看一步 但我也并不是说不喜欢他 我就是喜欢他 比我成熟一点 因为我比较幼稚这个人 你喜欢他管你是吗 但有时候也管得太多了 比如说呢 就有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 在他那一方面就是理解是好的 就是说他愿意把他的第一口饭喂给你吃 但是他明知道我不喜欢吃 他非要喂给我吃 我说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那他就不开心了 那我喂给你吃 你为什么还要不吃吗 那就只能吃啊 就是让你尝一下 我也没非逼着你都吃掉 然后他又过了一会儿 他明知道你不喜欢吃海鲜 那我觉得这个好好吃 你吃一下嘛 你是为什么呀姑娘 我就每次看到好吃的 你是 我就想说你先尝一下 你先吃一下 你真是在他身上找到了做妈的那种成就感了 对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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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每一次就是说出去玩啊 车来了还给他开门 不开门就说能不能帮我开一下门 这么多 不是 主持人你听我说 我每次跟他出去的时候就是 我不开口 他就有点就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玩一样 就不会管我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包啊 那我一个男生都玩明天真 你一个那么好看的包 我好意思啊 但是我拿不了啊 特别是我们出去买东西也是 你出去玩你能提什么很重的东西吗 我背个包你帮我拿一下 又不行嘛 这点都不能做嘛 跟小学妹的时候拎过吗 没有 也不拎啊 对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就是 她在跟小学妹谈的时候 为什么要来找我 为什么 说了就是一位小学妹就是说 太过依赖我了 然后我就 到后面我才觉得就是说 不行 我不是想找这样子的 而且就是 她就特别烦我 然后终于跟她分过手 她同意了 过了两天 她又来找我喝 又说了一些很好听的话 就是她放下姿态来跟我说话 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你一个大男子 还让一个女生对你说这些 我又不好意思 我又答应了 那她跟你说你还来找我干嘛 你不就是喜欢她那一款吗 我那个时候又没有 你把责任往她身上推行不行 她说什么你就同意了 你不就是心里还放不下吗 你既然放不下 你来找我干嘛 我可没有放不下 我就是觉得 你放得下是吧 麻将放得下放不下 麻将 放不下 放得下放不下 放得下 真的啊 你发现你们俩谈恋爱特有意思啊 一开始的时候是 你们俩有个第三者叫酒吧是吧 对 后来发现又有个第三者 叫麻将 为什么呀 你考虑过吗姑娘 虽然就是她的这些毛病 我是真的受不了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手 为什么呢 我们的性格上 我觉得能互补 因为我的家庭嘛 就我爸妈的婚姻不幸福 然后我就是从小跟我爸在一块长大 所以就爸爸那种对女儿的疼爱 我想大家也都能想象得到 就长生明珠的那种 明白了 特别我家也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就是心里希望找的男生 是那种成熟一点的 能多照顾我的 但他虽然都不满足 对对对对 可是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 明白了 就吃东西生活上面 都能弄到一起去 还有我跟家里人闹矛盾了 跟朋友闹矛盾了 我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他说的话我能听进去 明白了 他能制衡你是吧 对 爹对他太好了 所以他要找一个对他不好的男人 虐一虐有意思 可是他就是这些小毛病改不了 我就很烦 能改吗 这不就慢慢地改吗 那你去酒吧认识的那些异性 你怎么说 这是我朋友带过去的 又不是我带过去的 可是那加微信干嘛 你没有女朋友啊 你要跟他们聊天吗 他们有加微信 那我就是那种不好意思 懂得拒绝别人的这样 哎呀呀呀呀呀呀 那我问你 那现在要是出去 你一个人出去 那人家要说 哎帅哥你长得真好看 加个微信嘛 你怎么说 我要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呀 那我怎么办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未必加了他 我就一定要跟他 说什么暧昧的话嘛 我就不能跟他相处的朋友嘛 我又不是不会跟他说 你就这么喜欢交朋友是吧 我本来就喜欢交朋友 我觉得朋友多好朋友 你就不能有什么话跟我说是吧 那我朋友都有错嘛 你也要分是什么样的朋友 那我朋友很少啊 我的生活里面 除了爸妈就是你啊 对啊 就因为你的朋友很少 你什么事都找我说 我觉得不是说不耐烦 但你也要需要你的朋友吧 我不可能时不时地陪着你啊 好好好 你就觉得没错呗 那你分不分 不分啊 不分 这不是现在还在努力中吗 你也不分啊 我没有 他不改的话我就很 我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 我觉得我现在内心很矛盾的就是 我一方面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嗯 可是他的这些毛病就一点一点在摧残我对他的喜欢 我觉得 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啊 我自己没问题啊 啊 你自己没问题 你很好 那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没问题 因为我爸妈也是知道 我跟我爸妈也说过就是 嗯 我找的对象是他 他们见了之后 聊聊天之后 第一感觉就是 能接受我这个性格的人 也还真的可能就只有 你爸妈那么害怕你嫁不出去啊 就是我的性格很强 是我的朋友还我爸妈都知道 所以我到现在的话 我的知心朋友确实很少 哦 他的朋友特别少 嗯 可能就是太依赖我了 就是说 就他有一件不好的事啊 或者好的事 他就要跟你分享 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有事嘛 比如说我和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 这个会都是男生 哎 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啊 那个小鸟依人也不行 这个管你也不行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就管还得是管吧 但是也 不要像他这样就是说 整天就一直 就出去玩一下 夺命抠 就一直打个不停 我就是打电话问一下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吃完 然后我 我跟他说的那个时间点 如果晚了一点的话 那他就生气了 就哄不好 就哄好久 哎呀 天哪 来吧 你们看看 年轻人的爱情可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姑娘你太认真了 你就看看他站在那儿那个样子 他就不是一个认真的人啊 你要找一段认真的情感 情浓的这种状态 他站那儿就不像 这个没有对错 有些人在某一段感情当中 可能就浅浅的 我简单快乐 你有你的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我们有空在一起 一个星期见一次 一个月见一次 都没关系 那也是一种感情状态 你要的不是这样的呀 你要的是情浓 你要的是相守 他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选他 你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 从一开始到后面分手 我的心里就一直放不下 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幸福 所以我不希望自己觉得能找到一个 自己又喜欢 然后他性格上 其实说白了 我们俩每次吵架 都是他主动跟我道歉 主动找我 他如果不找我 我可能一直都不会找他 我就不会放下面子去找他那种 我倒是觉得 你和他真的不太适合 你的奢望是他好控制 你生气了他可以来找你 他可以哄你 你对情感是非常的困惑和迷茫的 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 我觉得你会更受伤 我倒觉得你放一放 去关注一下自己自身的成长 他不适合 总会有适合你的 而小伙子 你的爱情太清浅了 无论是对他 还是对那个小师妹 你不过是有点喜欢而已 由于你清浅的这种情感状态 只要有点喜欢 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我不挑 你仔细想过这个女孩 或者那个女孩适合你吗 可能某一点打动了你 你就轻而易举地爱上了 所谓的爱上了 你选择一个那么渴望爱 渴望完整家庭的女性 你这样会伤害她的 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她 不要耽误她 去找一份适合你的清浅的爱情 快快乐乐的也挺好的呀 谢谢 同一言老师的看法 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现在这个阶段 仅仅就是喜欢 如果要说得更多的话 我可能我更愿意和女生多说 因为女生已经把这段感情 试着向婚姻的方向去推进 你希望能有一份 有结果的爱情 而这个小男孩 你就是在玩吗 很难说你真正的爱上 这个女孩 刚分手就去追另外一个女孩 很难想象你有一个女朋友 你还会很随意地 就认识其他的异性 沉迷于酒吧游戏 你就是玩闹而已 我想多跟女孩说一说 你对爱情这件事 其实你是蛮恐惧的 你会觉得 什么样的人适合你 你能控制的 这是第一前提 但前提错了 步骤每一步都是错的 甚至于选错了人 为什么你们之间 会插入第三者 酒吧和八将 都是歧视于你要控制的 这么一个初衷 你觉得你要能控制一个人 这段爱情就在你掌控之中 完全错 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这个人 真正的能够吸引你 而不是你满足了 自己某方面的缺失 你周围为什么没有朋友呢 因为你怕受到伤害 或者说你不愿意 轻易去相信人 为什么你相信一次人之后 这么样一个 我们一目了然的一个男孩 你会看不透 他不适合你呢 因为你觉得你能控制人 所以错了都错了姑娘 你真正应该找的是一个 真正懂你的人 并且能够包容你 把你保护在他的身后 你要的是这种人 这个小孩他不是 他一定不是你的情侣 但有可能是你的一个男闺蜜 所以一定要分手不要出来 再往下走受伤害的一定是你 他们俩都让你们分手 好像你却并不伤心 我自己也要不要 我看你 不过一位 就这样 这边的摩擦 我当然可以帮你 你带到哪儿 我自己看了 我不是你的 你 prior会 不想 我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非常难受的时候想扑到他怀里哭一场 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吵架 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一双强有力的臂膀 能够保护你真正爱你的男人 你应该想扑在他怀里哭一场来寻求一种慰藉 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那就不是爱 那就不是应该是一个爱你的男人 不想离开他 对 你不想离开他是因为你身边没有伴 只有他 你们俩之间的破镜重圆 其实并不是势而复得 如果真的是势而复得会更加珍惜对吧 因为势而复得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 因为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势而复得才更加奉若珍宝对吗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你们势而复得的时候 以前是小师妹 是酒吧 现在是麻将 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老样子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的破镜重圆 不是势而复得 而是退而求其次 对于你来说 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陪在你身边 而对于他来说 小师妹已经把他烦得不可再烦 所以回到你这儿来 还能够得到些许的安静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一定会让你柔情似水 而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会让你刚强有力 所以你们俩只是闺蜜而已 翻了吧 我之前一切都错了吗 我之前付出的感情都错了吗 你以前付出的只是感情 在我看来就未必是爱情 所以说你跟一个人相处 无所谓对或者是错 任何的付出都有回报 你对他付出的感情收获的未必是爱情 可能是一份友谊 比如说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他可以像一个男闺蜜一样开导你 这也是收获呀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只认为你们彼此之间只是友谊 听明白没 我觉得我就是理不开他 我来这里是希望他能把我说的都改了 你能改吗 我没有错 你没错 对 你一点错都没有 那你说我有错吗 说吧 有没有错 怎么可能没有错 只是哪错 看见没有 你高高在上我没错 我错了吗 没错 但是有一点 以后千万别跟别人说 我这样的痛苦 是因为我爸跟我妈离婚了 跟他们没关系 但我觉得 如果有只有一点点 更多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不会控制 你纵容你自己的感情 你从不冷静 你不分析 你不反思 你认为自己从来没有错误 OK了 我没什么说的了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谷方红糖 真情60秒 听你说我之前的一些毛病啊 还有老师们的点评 就感觉真的回去敢好好反思一下我自己 如果就真的这样继续下去 我觉得以后还是不行的 就不管是个血都会长久不下去做我这样子的性格 所以我会慢慢改 你这样的行为就是会弄得我现在很矛盾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已经乱了 可是我想的就是只要你在对面 我心里就会安心一些 请亮灯 回吧 两位 请回 去吧 我来个人 去吧 你不停 好 得那 好 好 ゆ 真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